HELLO 我是阿軒 我發現可以吃的東西真的不算很多 因為大部分都是大商場裏面的東西 但有朋友跟我說 這裡有一個是跟Isa Toast一樣的日式吐司 我們第一站就來吃這個Isa Toast 然後我們製作三棧吃糖水 YES 這個來這裡是景香的 你可以看著它製作的吐司 然後它製作其實跟Isa Toast是有之似的 然後這個就是鰻魚肉汁 它是有一點點芝士拉絲的 但它面上都塗了麥糖的牛油醬 它流出來的芝士感覺很好治癒 它的麵包是有香甜的感覺 鰻魚汁的香甜是鰻魚芝士蛋 這個很好吃 它這個是炸蝦蟹沙律 正如炸蝦寶的樣子 它這個鰻魚肉的日式味很濃 有Isa Toast的特色 但全都是日本的口味 你問我鰻魚那是邪惡的 這個是小青身的感覺 鰻魚肉汁之後會送酒喝 這樣便比較比較便宜 如果不是就五十多塊一份 我覺得也不錯 因為這裡真的不存在 這間鰻魚肉汁已經聞到很甜的味道 然後就有黃金拿破崙鰻 它是很大夠 而且真的很美 來到那裡很大 超大碟 三十多塊 這個真的很便宜 它是有所有拿破崙的材料 但是感覺沒有皮脂 拿破崙那麼美麗 但很好吃 因為裡面真的很鬆脆 然後有醬 奶油 還有芡果肉 然後你穿過停車場會選擇了一間駱塘 這間駱塘跟駱塘沒有關係 這間是我平時來張安路都經常會吃的糖水糕 它有兩樣東西我一定會點的 第一個就是它的芬衣草卷和芬衣草雪糕 再加芬衣草茶 芬衣草茶就不好了 芬衣草雪糕和蛋卷是超軟熟 它的卷蛋是那種有少少濕濕厚的卷蛋 很重的蛋味 其實芬衣草味不是很香 但它的cream超級滑 它不是小哥一撈? 它是很上機吃的甜品 然後這個真的超喜歡吃 首先我們的菠蘿是有特殊的 但它這個是超滿的吐司 超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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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菠蘿的醬汁再加一些creamer的吐司來吃 連同吃完整個殼都油了蜜糖去焗 是非常香脆的 有些像BBQ燒蜜糖麵包的感覺 但是它再脆一點再軟熟一點 還有creamer的菠蘿 但這個是超級飽 如果你想吃這個菠蘿草絲 你起碼要三至四個人 否則兩個人好像吃一個正餐 裡面還有這個雲呢拿雪糕 是超多雲呢拿的雪糕 上面的菠蘿還要用焦糖烤 也是脆脆的菠蘿 吃完幾間西西甜品和日式酷斯之後 我們切一些中式的糖水做一個完美的結束 這裡抽中一個限定的糖水 就是桂花薑 它來到的時候真的很夠薑味 桂花薑是真的好 有一種修靚味的感覺 本來這裡是打算吃一個合桃爐豆花 我覺得這個合桃爐不算好甜 加上豆花的味道是剛剛好的 不算好甜但又好滑好滑 合桃爐好滑好滑 豆花都好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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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將軍路站給我的感覺主要是女生來吃多一點 因為它的甜品、吐司和糖水 我都覺得是女人很喜歡的東西 記得逢星期四晚上八點 看著眼鏡熟食香港十八區 記得follow我IG、subscribe我youtube like我facebook page 記得要按牆才行 拜拜 來吧 解釋要不要一家 還有大禹物 可抗之二 可以有一個榨子 好滑 我們可以選擇 可以選擇